欢迎收看全国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的节目一定要有预告信的内容 预告什么就带会我们去买什么 这个叫实际上操作 只有实际上操作 会议朋友才可以赚得到大钱不是吗 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这是上周二的测标 上周二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就是六月三十号 我请你来 我请你来 来拿这份见面礼 上个礼拜的你有来 礼拜三涨停 礼拜四涨停 礼拜五涨停 那请问今天有没有涨停 那今天有没有涨停啊 看一下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看一下相关性的嘛 这是我讲过的嘛 跟他其他相关性 相关性其他的都已经喷飞了 没有不知道喷飞到哪边去了 我说翔碩可以喷 那包挖我有给你推荐过的 PS5 有没有 创围 包挖USB 4.0 还有6756 威风 你怎么被我被我讲完的股票都是喷上去 我上个礼拜 我上个礼拜在讲的时候啊 上礼拜嘛 你有没有印象 上礼拜 那我上礼拜讲 哎 300多又变400多啦 奇怪了 每次被我讲完的股票都会上去 那我请问 那威风喷上去呢 创围也喷上去了 翔碩也喷上去了 1740块钱 好 他们都喷上去了 那我的界面里呢 上个礼拜三涨停 礼拜四涨停 礼拜五涨停 那今天会不会涨停 还需要问吗 一定涨停 你有没有来 重点是你有没有来啊 重点是你有没有来啊 我承知邀请你好几天了呢 同志朋友 我也不知道你们 你们的时候就是 会看了非常多的节目 这个 来看一下 定格一下 定格一下 定格给你看一下 同志朋友 6月30号上个礼拜二 我承知的邀请你来拿这个叫 见面礼 见面礼 对不对 那我有跟你讲过 说是月线 月线 简直50% 你还买我猜的吗 XXXX1 它的代号 XXXX1 那我是问你想不想 想不想要翻身翻倍啊 那为什么我讲完 上个礼拜二预告 上个礼拜二预告 礼拜三涨停 上礼拜三涨停 礼拜四涨停 上礼拜五还是涨停 那今天呢 今天一定要涨停的啦 这 这还需要问吗 那我的实力 你觉得呢 4个 4个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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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来 你有来是46% 是不是40% 不对 因为复利计算 10% 10% 1.1乘上1.1 再乘上1.1 再乘上1.1 已经46%了 300万的投资朋友 你已经快赚150万了 而且是有量有价的股票 量非常的充足啊 如果你想要买个三五百张 没有问题 你要买个五百张 没有问题 投资朋友 而且好进又好出 我现在推荐的股票 不是那种不好进不好出 投资朋友 这是今天的扣讯 这是今天的扣讯 7月的见面 你全代表全部每一个会员 都一定有这通扣讯 全代表全部每一个会员 一定有这些扣讯 上周三连拉三支 今天继续跳空第四支 包括上个礼拜五预告最新的 有没有 我说你只要答应我 你只要拿到手 你要敢买的 另外一档的 另外那一档你敢买的 你敢买的 不要告诉别人 我一样跟你分享 一样也是涨停 我有跟你讲过 XXXX7 也是值本涨停 这是政均锁定的另外一档 因为中天 你们从11块 现在已经看到超过100块了 对不对 飙了十倍 还有一档 还有一档我锁定的生计股 它也会有极高的授权金 目前四字头 那我们先讲这个 7月的见面礼 在这边 1234 1.1乘上1.1乘上1.1乘上1.1 乘上1.1就是46% 这是有预告性的 因为预告在这边 这个 那有这一张 同志朋友 有这一张才会有这一张 再讲一次 有这一张 才会有这一张 这个叫预告 这叫实际操作 再讲一次 这个叫预告 这个叫实际上操作 再讲一次 这个叫预告 因为请你来拿见面礼 6月的最后一天 请你来拿见面礼 那7月没有漏气 漲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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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跟46% 你有沒有來 礼拜五预告那一档也是一样 也是漲停 我没有乱讲 真的 好多漲停板 来看一下其他的 这也漲停 基雅也漲停 基雅也漲停 这个 91.9 会到哪里 我有请你来问 那个会到哪里 对不对 会到哪里 会到哪里 不用拆 你只要跟政君做的 你根本不需要拆 那另外这是送给你的 送给你的 今天 有没有 差一点点漲停板 但是差一点点漲 已经超过我们10块钱 我有先下车 我前方除了跟你 陈述就是我的实际上操作之外 包括我在哪边出 我都会交代的很清楚 朋友如果我没有出 同志们讲 你们是在看政君的节目 当然你们也可以跟着什么 跟着赚 但是你们要什么 因为我是这边跟你分享的 但我觉得聪明人士应该来 要来找我 因为有时候我出你不知道 但没有关系 我就算我今天出 我今天我出你 那你最起码你还是赢 赢这一段 你还是赢这一段 因为这是我送你的 对不对 那我送你太多了 送你的一堆 大雨又创新高 大雨又创新高 你有没有 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垃圾变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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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场只有我推荐 金一鼎 而且是送给你的 这是我送给你的 好看一下 因为我不想要就是说 因为有一些新材 刚开始看的 你会觉得这真的假的 因为我的东西 都一定有预告性的内容 来看一下 这当时候的 你刚看到的金一鼎 垃圾变黄金 18块没有人要 20块你还在看 对不对 那今天从哪边去了 我的东西你看越久 越有趣 这是哪一档股票 这是哪一档股票 也是从一字头 有没有看到一字头 今天把它先排好了 你们都看我都很够意思嘛 我这还没有扣出来 但是我还没有扣出来 我都让你知道这是 末梁码09 XX09 这不用拆啊 这要拆吗 这你应该知道吧 6509 6509 聚合 6509聚合 来看一下内容好不好 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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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7块 或许你会看不起它 看一下609 17块 17块 你觉得不怎么样 17块 27 涨停涨停涨停 所以我的股票 你看得越久 当然啦 跌下去你就是会 会有很多你的主观意见嘛 对不对 跌下去你就是会有主观意见 涨上来你也不会谢谢我啦 这很正常的啦 这很正常的啦 就像金益顶 你看看到啦 垃圾变黄金呢 你当初有没有那种想法 蛤 这 什么垃圾变黄金 我听你在 因为当时候大家都在讲被动元件 你有没有印象 那个时候我在讲金益顶的时候 你看到的都在讲 你看到的都在听 你听到都是被动元件 那被动元件一跌下来 你们 你们 就没人理你啦 那后来这个 创委你也知道吧 职安就是国安 哪一档 职安就是国安 而且请你不要再做了 欸 同志长 请你不要再追了 我已经讲过了 200块了 我是这边推荐的 对不起 修正一下 我这边开始讲 但是我前面这边开始推荐 上去你不会感谢我啦 那下来你就 你就点点点啦 那当然我都接受啦 我虚心接受 因为 我 我又不是 这 讲白花 你这 讲 我是送你那 欸 节目上有很多 我不太能讲 因为 主管机关有强调 我们是不能去讲 什么 差力 主差 主差或差力 我们不能讲那种形态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发现我蛮蛮够意思的 我只要到哪个位置 我都跟你讲 我上礼拜就跟你预告了嘛 我说接下来就是什么 就是整数关卡200块 就上去 那我就祝福你们了 那后面我不追踪了 后面我不追踪了 因为我都会先交代一下 我的人很够意思嘛 你应该很清楚嘛 我带你到哪边 那我就会先跟你讲 我讲在前头 那后面你要追 你自己要负责任嘛 懂我的意思吧 那当然最近很多人 都有赚到这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真的 没话讲 先看一下今天的抗讯 这档股票叫橘子 橘子我是从60块开始推荐 那今天823了 823 超过20块钱了 这就是低档布局的一个魅力嘛 那刚刚你看到这一通嘛 上周很多人想 这是我刚 因为很多我们的会员 是从别人那边跑过来的 这明明见面你 见面你第一天 买到第二天 开盘就冲掉 那今天第四天 就来问我说 老师可不可以买再买 老师可不可以今天可以买 我是要表达 因为很多我们的会员 是那种刚参加 从别人那边 转到我这边来的 你第一天又买到 为什么第二天开盘你要冲掉 我真的搞不太懂 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想法到底是什么 那第四根呢 第四根你就没有了 但我强调你只要有耐心 你就会翻身翻倍 这我们不能讲 你们自己看 你自己看 你看我们有没有赚钱 没有赚钱 没有赚钱 我叫你行动什么 如果没有 我们都没有赚钱 我们没有赚钱 然后叫你这个 然后马上行动 否则朋友 全代表全部每一个会员朋友都知道 我让你看一下 为什么我买橘子 它是有连贯性的 橘子的前身是这一档股票 你知道的 橘子的前身是这一档 会员朋友都知道 橘子的前身我们就是待遇 每天买 会员朋友可以帮政区做见证 我们在买待遇的时候 就是买买买 一直买一直买 口罗费 就是买啦 目标你们也都知道48 但是公道50块9 我有请我会员朋友先出 因为我们准备要中押 就是6月份的 6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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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它啦 那我先讲一下 6颗星其实 我们资金部位大的是买这一档 528 528是买形象 再看一次 5月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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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出 它叫黛宇 大赚出场 5月26号 出 资金部位大的 我一定是推这一档 叫形象 528 5月28号540块 到684 到744 到上个礼拜五 850 850一定是什么 先跑的啦 但是这一档我没有出啦 橘子 为什么 因为橘子我是全程帮你做追踪 我全程帮你做追踪啊 K线也让你看啊 我看好的理由什么 我通通都跟你讲了 包括游戏 这个是什么 你知道的吧 天堂M 手游 精英赛 625 包括电商 全市场我也第一个跟你讲 电商 为什么 你们要知道三倍券 三倍券 三倍券那不是电商吗 投資朋友 但是这个 这个占比不高 我们凭良心讲 因为真正会用 那种电商 去购买的 其实占比不高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我是先跟你讲的 这是都还没有发生之前 我是先跟你讲 所以才会有这一张 才会有这一张 才会有这一张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从60块的股票 噴到82块 重点不是什么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个 这个 这个叫预告性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从待遇 我们把待遇的钱转到哪边 转到哪边 转到橘子 这都跟你讲过 对不对 这些你都有看过 他电商的主要的股东 有没有 电商是什么 那游戏是什么 K线是什么 这个叫预告 也跟你超级比一比过 有没有 都有啊 通通都有啊 通通都有啊 你都要很快的啦 真的都要很快的 橘子一开始很多人不看 甚至有被一些 就是不方便讲了 因为我有时候在推荐的时候 好像都是慢慢涨的 你不觉得橘子跟1598带雨很像 来看一下 带雨我哪边推荐的 31 32 33 34 35 36 他也不是那种什么 涨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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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但是他是慢慢涨不停 那你看一下橘子像不像 橘子我从哪边开始推荐 这边开始推荐 因为我这边讲完 你可以买这一天 从此之后就是慢慢涨 但是沿路没有涨停 没有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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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涨很慢涨很慢 涨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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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还是不涨停 但是涨不停 涨不停 涨不停 那我最近也有推一些给那些观众 或者给什么 给我们的一些好朋友们 这一档股票 达方 上礼拜推的 你有没有印象 上礼拜有推这个新的嘛 给你们做分享嘛 那经济我今天有先卖 经济我今天有先卖 我必须要强调我有卖 我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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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推了这一档新的达方 没有卖 我们解释一下 这是日线 看一下月线 月线长这个样子 放大一下给你看 我讲过才刚刚突破 你有没有看到冒出一颗头出来 你有没有看到冒出一颗头出来 好 我要稍微再说明一下 我今天花点时间跟你们讲一下答方 首先你们要知道 我比较不喜欢让你们去追那种比较高档区 如果你长时间收看正月的节目 我都不喜欢带你去追高档区的股票 我先让你看一下其他有关自行车的部分 来看一下 这叫巨大 Giant 巨大 我先让你知道 这是从一月份 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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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到现在 这半年的时间 它有没有过高 有 有过今年的新高 它叫巨大 再让你看一下美利达9914的美利达 美利达有没有过今年的高点 有 再看一下刚刚的巨大 巨大从哪边涨的 巨大85块 85块涨到210几块 80几涨到200几 对不对 再来看一下9921的美利达 美利达从114涨到多少 涨到快280 对不对 那有没有过今年的新高 有过今年的新高 包括政均在90块钱给你推荐的什么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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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在这种地方推荐的 那其实达方跟巨大 当初这个位置非常的像 你仔细看 它有没有过前高 有没有过前高 它是从67块涨到多少 涨到多少 156 那我说达方 达方 达方 他只有他没有过前高 那他就比较辛苦吗 他比较辛苦吗 他营收也是创高 营收也是创高 营收创高 你刚刚看到的9921 巨大过前高 9914 美利达也过前高 我给你推荐的 幾梦 幾梦也是过今年新高 那凭什么达方 他不会涨 8163 那你刚刚看到月线了 我给你讲 月线冒出头 只要这个月是补量的 那就好戏可看 那我下回跟你分享一下 你们要先知道 这叫分享 但是你要有耐性 有耐性你一定赚得到 我给你看一下 这是今天发出来的新闻 今天早上的新闻 你自己去看 你们知道台湾的电动自行车 占欧盟 是冠军 你们真的不要看不起台湾 不要看不起中华民国 电动自行车 在欧盟的市场当中 台湾是第一名 中华民国第一名 63% 这越南16% 瑞士11% 这不用看了 那自动车的产值 不好意思 一直往上喷 今年绝对创高 因为它是累计1月到4月 已经高达77 那去年231 231 今年我跟你讲 一定会超过300亿 1到4月嘛 1到4月就77 那重点是从5、6、5月跟6月份的疫情 它开始 那达方 达方 达方 那先让你看这自行车 全球 骑脚踏车骑 骑最凶的 两个国家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荷兰 先讲一下日本 日本很喜欢骑电动自行车 你们去日本都知道 日本的那些女生 很喜欢骑电动自行车 而且它已经拿下 今年年初拿下日本高端的市场15% 毛利率非常高 BESV 这个牌子你应该看过吧 卖的很贵 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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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位数的 Maslati 两轮的 不好意思 就是达方 再看一下其他的题材 因为达方 它也是全球前三大的键盘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远距办公跟远距的教学 投资朋友 那NB跟PC不是集单都进来了吗 那全球前三大代表什么 你们知道吗 每三台的笔电 其中一台的笔电 就是达方所生产的键盘 而且我先跟投资朋友 报告一件事情 最近的电竞也很强 电竞 3540的耀曰不是很强 那电竞 它这一块也很强 电竞的背光键盘 磁幅键盘 还有震动 因为什么 电竞很喜欢有那种震动感觉 你知道吗 这你们没在玩 你们也搞不清楚 但我先跟你讲 键盘三台 其中一台也是达法 还有这个 你刚听郑姨讲的这个脚踏车 因为它什么 它取得了四酮金属 百分之六十的股权 这个是碳纤维 但是我告诉投资朋友 他们接下来要做鋁合金 鋁合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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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被动就 这占比比较少 占比比较少 我们就什么 就忽略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我第一天给你推荐的橘子 我也是花很多时间跟你讲的 那橘子已经涨了二十块钱了 那我就不要花太多时间跟你讲橘子 因为第一天我跟你讲都讲很用力 第一天我跟你讲都讲非常用力 可是还没涨呢 还没涨你不见得会心动 等涨了二十块你就来问我 橘子可不可以买 你们都是这样子 来 好那见面你有没有拿到 见面你在这边 投资朋友 因为当时我是用这个五月标 五月标我问你想不想要什么 想不想要翻身翻倍 你有没有来 那当然这就不用讲来欧美国家 对这不需要再讲的 对不对 那这个ABC你知道的吗 两段都翻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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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请你来啊 我请你来拿 这个你没赚到啊 这你也没赚到啊 投资朋友 见证标你怎么没有来 那请问已经四根你有沒有来 你还是没有来对不对 那我没办法 来 那今天要跟你说 但是还是一样 跟上周还是一样 同样的模式 因为我礼拜五有送你这一档 我礼拜五有送 上礼拜五送你这一档 今天涨停板 今天礼拜一 那我今天跟你讲一下这个 那我今天可能讲不太完 最近这两个股票很飙 这两个股票叫做 我不是要叫你买信国 它最近很飙 最近涨这个是月线 这是日线 为什么这么飙 疑障癌性药 这个人你们认不认识 这个人 贾伯斯 贾伯斯 死在疑障癌 这个过前高 这个 37 85 有没有过前高 早就过了 那我现在跟你讲 因为今天可能讲不完 一样 今天你只要什么 今天也要拨电话 那它除了疑障癌之外 它有止痛药 急性中风 这我今天讲不完 这个早就过了 它不会给我过这边 它会喷上去 很简单 这一档叫顺利的要 拨电话直接带回去 中场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金字幕作者 李宗盛 词哦 林柏雅 编曲 编曲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我们来看一下字卡 这一档见面里连续四天涨停 错过来买这一档顺利的要 那他比幸福还要强 那今天这一档股票 同志朋友很简单 一样老规矩老动作 电话拨通来登记就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互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茂之与